男朋友为继承家产,抛弃我和别人订婚,爷爷替我挽回说,订婚也可以考虑考虑我们家,男友妈妈一脸嘲讽,跟你家联姻,图什么?图你收垃圾方便?还是图你们一身穷酸味? 对,他们不知道,我家的垃圾回收站,是风头正静的新兴龙头企业,谁说捡垃圾的就不能是富豪,我是城中村里有名的破烂丫头,爸妈早逝,爷爷靠着收废品养活我,我与楚北坤第一次见面,我坐在爷爷的三轮车上,抱着个大喇叭,喇叭里喊着收废品, 废品车后面跟着一堆起哄的孩子,他们笑着喊我外号,就是那时楚北坤叫停了爷爷的废品车,他们刚搬到城中村来,他和他的妈妈像是落了难的贵族,虽不情愿,却不得不融入这个破破烂烂的地方,楚北坤卖了废品,还帮我爷爷装上了车,然后回头拎起一个孩子的领子, 他说,再敢乱喊,打掉你门牙,那个小小肩膀的少年,瞬间在我心中高大起来,成了闯入我童年的一束光, 再后来,他会在卖的废品中放一个特意给我准备的小玩意儿,等我发现废品中的宝贝时,会在三轮车上高兴一整天,他会向赫野的妹妹要一些小的衣服,悄悄扔进爷爷的院子, 好几次,我想和他说,其实我爷爷收废品,很赚钱的,但是我怕他知道后我们焦急就少了,于是就忍着没说, 后来当我发现他生性敏感时,更是不敢让他知道,他可怜同情的人竟然比他处境要好很多,于是我们互相帮扶着长大,情窦初开的年纪他坚定地拉起我的手, 十八岁生日那天,我点起脚尖吻了他,或许是单亲的缘故,他自律地可怕,敏感又霸道地有些偏执, 然而就是那股子清冷傲娇的劲儿,常常让我欲罢不能。 大学毕业那年,我们租了一间公寓,搬到了一起,我说北坤,我们结婚吧,爷爷给我攒了嫁妆,足够我们买房的。 他并不点头,只是勾着我的下巴笑,问我怎么那样迫不及待。 我知道他只是借着调侃我,而岔开话题,他那样骄傲的人怎么会住进我买的婚房。 那天晚上,在公寓一米二的小床上,他动了情地吻我,却在最后一刻决然抽身。 他说,朝朝等我,我一定要给你一个盛大的婚礼,靠我自己。 我不愿,却也只能点头,之后他全心投入到他的生意中去,而我则听了爷爷的意见,选了再生资源科学与技术专业,继续读研。 我相信我很快可以等来楚北坤生意做大那天,结果,我们先等来了楚北坤的亲爹,狗血的带球跑剧情就发生在我身边。 但是头一次听说球都二十多了才找来的,他说要楚北坤回去继承家产,家里有钱恩怨就多,我知道当年楚北坤和他妈妈搬到城中村没那么简单,于是我说,北坤哥别回去了,我收废品养你。 楚北坤的妈妈怜悯地冲我笑,他说,可怜的丫头,你从小在这城中村长大,也难为你没见过什么世面。 我转脸看楚北坤,他说招招,等我抢回了外公给妈妈的嫁妆,我们就结婚。 他们从城中村搬走那天,我拉着楚北坤的手。 我说,北坤哥,其实我爷爷收废品很赚钱的,他不只收小东西,他还收工厂的废料。 楚北坤打断我,神情严肃。 招招,你放心,我不会抛下你不管。 他以为我怕他回了豪门抛弃我才这样说的。 我咽下了后面的话,放开了扯着他袖子的手。 豪车离开的时候,我心里不舒服,却仍然想着,万一楚北坤真没抢回他妈的嫁妆,我也会靠着爷爷的生前路养他。 可是他回去没几天,他的妈妈就又找上了我。 珠光宝气的妇人穿上了小高跟儿,走在城中村坎坷不平的路上,眉头都皱了起来。 他说,楚北坤要想继承家产,必须答应与合作伙伴的干女儿订婚。 所以,我得离开楚北坤。 我傻在当场,正赶上爷爷骑着他的破烂三轮车回来。 爷爷说,或许与合作伙伴订婚,也可以考虑考虑我们家,我们家现在废品生意做得还不错。 楚北坤妈妈一改往日和善的面孔,像看白痴一样看着我们爷孙俩。 他说,老爷子,跟你们订婚,就图卖废品方便吗? 爷爷说,是这么个理儿,到时候我先收你们厂子的废料。 楚北坤妈妈终于绷不住了,吃笑着给我扔下一张卡。 他说,老爷子啊,这样的话,以后别出去说,现眼。 说完拿帕子掩在鼻子上,绕开爷爷离开了小巷。 爷爷捡起地上的卡,局促地擦了擦手上的黑灰。 他问我,丫头啊,爷爷是不是给你丢人了? 我的眼泪不争气地流了下来。 我的爷爷为了给我更好的生活,每次从工厂回来都是又脏又臭。 可却因为我遭到了如此的羞辱。 爷爷想给我擦擦眼泪,碍于满手黑灰级的直抹脑门。 丫头啊,别和他计较,你再去问问北坤,爷爷能看得准,北坤是不会同意和别人订婚的。 然而,楚北坤的回答出乎我们的预料。 他说订婚是真,但订婚对象和他一样也没有真结婚的打算。 所以他们意见达成一致,只是做戏给别人看,让我要懂事,暂时忍一忍。 我说北坤哥,我没开玩笑,我家收费品真的很赚钱。 所有人不知道的是,我的爷爷并不只是单纯地收小区里的废品。 他有一个大群,群里都是收费品的人,都听他调派。 每个人负责一个片区,收完统一到那个大厂区分类处理。 爷爷为人仗义,加入的人越来越多。 后来他开始收工业废料,并帮工厂处理垃圾,赶上国家重视环保,这几年开始垃圾分类,乘着东风爷爷已经成为这个新兴产业的龙头老大。 不知道楚北坤听进去多少,他沉默了一会儿。 语重心长地说,赵赵,我知道你在乎我,但是,别闹了,我在忙。 听着话筒里的盲音,我心中一片荒凉。 朦胧的视线中,仿佛看见巷子里那个少年慢慢地松开了我的手。 就算如此,我依然尊重楚北坤的决定。 他带着他的订婚对象来见了我,当面说清楚我是他的女朋友,而对方只是合作伙伴。 那个叫林哥的女孩性格很好,他笑着说羡慕我有个这么帅又这么体贴的男朋友,不过他让我放心,说他不会和我抢的。 然后亲密地加了我的微信,说和我投缘。 我的噩梦从此开始,林哥每天都会发朋友圈, 他的朋友圈里最常出现的便是楚北坤。 路灯下相依偎的身影,宴会上交缠的手臂,同款的情侣对戒,甚至是订婚宴的邀请函。 当我心口一抽一抽的疼的时候,林哥打来电话。 招招啊,朋友圈那些你别在意哟,那都是宣传造势用的。 你知道的呀,参加那种聚会男女伴难免有身体接触的,只是拉拉手搂搂腰,你能接受的吧。 对了,今天北坤带我去了一家餐厅,那家味道很好,我让北坤帮你打包了,算是给你赔罪。 他温温柔柔的语调里,满满的茶味,我却一句也对不出来。 楚北坤很晚才回到出租屋,意外地见到我没睡。 二话不说,带着一身烟酒气,便抱住了我。 好想你,招招。 他声音带着疲惫的沙哑,迫切地吻沿着耳侧一路向下。 我推他,他停了动作,却依然抱着我不动。 他说,招招,我好累,让我抱一会。 然后,他就那样抱着我在沙发上睡着了。 低头看着怀里的人,沉睡中仍皱着眉头。 我压下心中种种酸涩,依然选择了相信他。 第二天一早我提醒他,林哥可能真的看上他了。 他接着电话匆忙离开,只说那不重要。 不重要吗? 我看着他头也不回地出了门,第一次感受到了我们之间的裂痕。 后来他为了他的目标越来越忙,忙到很久都不回出租屋了。 打电话不是在开会,就是在陪客户。 每次听着他着急挂掉电话,我都觉得自己是个矫情又不懂事的糟糠期。 久而久之,我竟然开始去林哥的朋友圈里看楚北坤的动态。 意识到自己的卑微时,我搬离了出租屋,回到了宿舍。 楚北坤半个月之后才知道我搬走。 然而他并没有多说什么,仍然是让我给他时间。 我尽全力去信他,一心投入到学习中,试图将林哥的种种挑衅赶出我的视线。 然而若是苍蝇盯上了你,便怎么也赶不走了。 我手机屏保上与楚北坤的合影被同宿舍的人看见了。 看不出来啊,你男朋友这么帅。 周婷婷说着将我手机举起来,给众人看。 对于他的举动我虽然不爽,但为了宿舍和谐, 我仍然忍下不悦来回答他们的八卦。 陆昭昭,你这么帅的男朋友哪里认识的呀? 我敷衍地说我和男朋友很小就认识。 周婷婷阴阳怪气地说,你确定这是你男朋友? 我进宿舍比较晚,大家都已经抱团。 他这一问,大伙齐刷刷地盯着我,我压下心烦,点了点头。 他又问,你确定这照片不是屁的? 我满肚子火气,抢回了手机。 有人悄悄地跟周婷婷,使眼色撇撇嘴。 那意味在明显不过。 我不配。 我懒得计较,但是楚北昆照片曝光的第二天,我就被全班孤立了。 他们说我之三当三。 我平保上与楚北昆的合影,还有楚北昆与林哥订婚宴上的合影,被私下疯传。 乌颜慧宇,蜂拥而至。 真看不出来啊,装得冰清郁洁的,居然是个小丧。 周婷婷早就知道,昨天故意在宿舍拿着他手机上的照片问,他亲口承认的照片不是屁的,还说那就是他男朋友。 真不要脸啊,也不瞧瞧对方什么身份,能看上他一个穷酸学生,不过完完,他还真敢说。 是啊,建成集团多大的名气啊,人家正牌女友,据说家里也很有钱。 听说陆昭昭没父母的,难怪呢,有娘生没娘养,没人叫他李毅廉耻的。 我从小在垃圾车上长大,见过无数的恶意和辱骂。 从没有这次这样恶毒,回到宿舍,我的行李被扔了出来,化妆品碎了一地。 周婷婷带着人站在门口,他们说这个宿舍不欢迎当三的人。 一切都明朗起来,周婷婷被林哥买通了。 我狼狈地站在宿舍门口,眼前的荒唐一幕幕闪过,泪水渐渐模糊了双眼。 羞耻吗?窝囊吗? 这一切败谁所赐? 楚北坤,林哥,还是面前这个周婷婷? 都不是。 或许楚北坤妈妈羞辱爷爷的那天我就该知道,我不能迈出这一步。 年迈的爷爷自己一身脏,只为将我这个没爹妈的孩子抚养长大,让我堂堂正正做人。 不让小时候垃圾车上的辱骂再一次加诸在我的身上。 可我却自取其辱,或者这一切该有个了断了。 我对着地上的狼籍拍了照片,一句话没有说。 周婷婷还在带节奏,满走廊的人围观。 我一巴掌扇在了她的臭嘴上。 告诉你的狗主人,我接招了。 周婷婷被打得狠了,抽着气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我转身离开,回到了出租屋。 带着一丝决绝,我将那些不堪入目的谣言截屏发给了楚北坤,一并发过去的还有被扔在门外的行李和摔碎了的化妆品。 楚北坤暴怒,我却保持着平静。 我问,怎么办? 楚北坤红浊眼,久久不渝。 伴赏她说,招招,我就差最后一步了。 她和林哥订婚为两家,带来了巨大的利益。 她说,合同签完,双方都得利之后,她自然还我清白。 我笑了,我早该想到的。 我像走流程一样,问了最后一句。 家产和我之间你只能选一个呢? 你要谁? 楚北坤又惊又怒,却仍然告诉我。 她都要。 我挂掉了视频,拉着出租屋中早就收拾好的行李,离开了那里。 垃圾车下为我出头的那个少年,终究是走远了。 对于我的离开,楚北坤多半是恨的。 他恨我为什么能忍受垃圾车里的辱骂,不能为他再忍一次。 我想,把我养大的爷爷,一定不想看到他的孙女为别人忍气吞声。 当晚,我便找人挖出了周婷婷与林哥的中间人,收集了周婷婷与林哥的交易记录,甚至拿到了他们的聊天记录。 第二天到班级时,还没开始上课。 教室里围满了人,中间是肿着脸的周婷婷。 见我进来,好多打抱不平的人横眉冷对地看我。 更有好事地怒气冲冲地冲我吼。 辅导员一会儿就来,你行为不检点,一定会被记过的。 我将手机屏幕对着周婷婷,亮给他看。 巧了呢,我也叫了辅导员。 他看到屏幕上自己的聊天记录时,忽然变了脸,上来就要夺我的手机。 我向后一闪,他扑了个亮枪。 小心点儿,别摔了腿,一会没法上台给我道歉。 我漠然地忽视掉周围的嗡嗡声,遥控着打开了投影。 偌大的屏幕上,周婷婷与林哥的聊天记录被放大了数倍。 林哥让周婷婷搞坏我的名声,后面有金额巨大的转账记录。 辅导员就是在那时走进教室的。 刚刚还义愤填膺的一众人,瞬间哑火,唏嘘一片。 周婷婷大吼着扑过来抢我的遥控器。 她说我窃取她的隐私,她要告我。 我说那正好,我也报了警,告你诽谤,还有损坏我的私人物品。 她一听傻了眼,口不择言。 你本来就是小三儿,你和人家,男朋友的合影,我们宿舍的人可是亲眼见过。 敢当小三,还不敢让别人说吗? 我说的是事实,你没法告我诽谤。 辅导员大声喝止了她,从我手中拿过遥控器。 画面一转,猝不及防地,楚北坤出现在画面里。 冷峻的面容极度克制,星红的双眼,藏不住疲惫。 我的心猛地揪紧,抬头看向辅导员。 辅导员安抚地朝我点点头。 楚北坤缓缓开口。 我是陆昭昭的前男友,虽然已经分手,但如若有人造谣诽谤,我仍然帮他追究到底。 周围瞬间有了不小的波动,嗡嗡声让我的心口像堵了一块棉花。 脑海里不断回想着的,是那句已经分手。 这不光是楚北坤想到的帮我洗脱污名的办法,也是他在我与家产之间做出的抉择。 辅导员关了头影,他说学校决定造谣的同学既大过处分。 周婷婷急了,凭什么? 他说,是他不要脸,分手了还留着人家照片,还承认是男朋友,也不怪我们误会吧。 我冷眼看着他,目光落在他那张肿着的脸上。 和你有关系? 我问。 他微不可查地捂上了另一半脸。 我转向辅导员,注学金是不是也该取消? 这一句话顿时引来了小声的抗议。 设施的几个人问凭什么,他们说注学金是企业资助的,学校也不能说取消就取消。 他们厚着脸皮非要找企业的人定夺。 我阻拦,他们便越发来劲,拼了全力要保全高额注学金。 辅导员说商量一下再答复,结果竟然有人私自给企业去了电话。 令所有人意外的是,那家企业不但搭理了他,竟还在百忙之中派了代表来。 我没拦住,这样糟心的事还是让他知道了。 那个白发苍苍的老人特意换下了脏衣服,洗干净手上的黑灰。 他怕给我丢脸。 他进来时大家呼啦啦就围了上去,脸上带着殷勤的丑陋的笑容。 然而他无心应付,只是急切地走向我,眼里满是心疼。 他说,丫头啊,受委屈了吧,先跟爷爷回家。 顿时,那些人丑陋的笑便僵在了脸上。 惊慌,羞愤,还有收不回去的笑,尴尬又讽刺。 没错,那个发助学金的企业就是爷爷的。 他不光发助学金,甚至整个专业都是他投鉴的。 他说这方面的企业太少了,工厂的废料他收不过来,影响企业生产。 他说,响应国家政策,多培养一些这方面的人才,以后工厂不至于废料积压乱投乱放,这样既能改善子孙后代的生活环境,也能为不少人提供一条生存之路。 不少穷孩子拿不出学费,他就统一资助,他说别让明珠蒙尘。 我很惭愧让他看见今天这样令人失望的场面。 他的手有细微的颤抖,仍然语重心长,没说一句重话。 他说,学校啊不光要教知识,也要教做人啊。 跟在后面的校领导,诚惶诚恐,连连点头称事。 周婷婷摊坐在位置上,迎接着周围同学们愿读的目光。 我便释然了,这些丑陋的嘴脸我从小便看,没什么稀奇啊。 将教室留给他们互相撕咬吧。 公开道歉,寄过,取消助学金,赔偿化妆品,一样也跑不掉。 而周婷婷,要承受的可能更多。 我猜楚北坤会将与我分手的怨气都发泄到他的身上。 因为林哥,他暂时还不能动。 毕业将近,我索性跟着爷爷回了城中村。 本想疗伤,却不想触景生情。 楚北坤家空荡荡的房子就立在旁边。 一起走过的小路蜿蜒向前,牵着我的人,却早已不在身边。 爷爷说我这个状态不对,要带我出去散散心,参加参加聚会,看能不能交到好朋友。 于是我便去了。 他把我交给他老伙计的孙子魏周。 魏周祖孙三代都是裁缝,曾经也住城中村,在我小的时候便出国定居了。 小裁缝带着我一通打扮,换上了高跟鞋,还穿了礼服。 我说这裙子好别扭,他笑了。 他说这套礼服多少人想穿都穿不到呢。 我以为他开玩笑,等到了宴会现场才知道是真的。 因为我遇见了楚北坤的妈妈,她看见我的时候吓得够呛。 他以为我来找他儿子。 他说我给你的钱还不够吗? 怎么还来纠缠? 我乐了。 我说阿姨我把钱捐给城中村修路了,以你的名义。 毕竟你在那里住了十几年,得邻里照顾,献点爱心你没意见吧。 说到了他的痛处,他气得满脸通红,碍于周围有人,只能仓皇地又拿出一张卡。 他问,这回够了吗? 我说要捐你自己捐去吧,说完便向宴会厅走去。 他一把拉住我,别给我进去丢人,你知不知道你身上穿的这件礼服是冒牌货,居然仿的限量款,真是够现眼的。 他拉不动我,便来叫保安。 这个人没有邀请函,请他出去。 我笑着拿出一打邀请函,你有吗?要不送你一张? 他气得够呛,却也没有办法,只能放开我打电话求援。 他神色慌张,像是我马上要毁了他家联姻一样。 我倒是乐得看好戏,以在门旁看他找人。 他电话正打着,忽然又看到我的爷爷换上了一身西装,从后面跟上来。 这一看,居然连话都说不连贯了。 他冲着电话磕磕巴巴喊他老公,他说老公快来,那两个收破烂来捣乱了。 我吃笑一声,挽着爷爷的手臂进了宴会厅。 爷爷遇到了熟人,过去打招呼,我便落了单。 不过倒是不无聊,各种美食等着我临幸。 只是当我刚加了一块糕点时,林哥便扭着水蛇腰走了过来。 身边跟着的姐妹们各个妆容精致,礼服加深。 哎哟,这要巧呀,这不前几天那个妄想狂吗? 他说他是你男朋友的小青梅对吧? 还真是啊,够勇的,都追到这来了。 你男朋友不是发了声明了吗? 怎么脸皮这么厚啊? 事已至此,林哥依然装着他的好人。 他说,招招啊,别听他们胡说,他们不了解内情。 不过我还真是得好心提醒你,你快走吧,不然一会肯定出丑。 怎么出丑? 我吃了一口点心,饶有兴慰地看他。 你平时不看秀的吧? 你身上这件很出名的,新品,就一件,多少贵夫人穿不到, 竟然穿在你一个收废品的丫头身上, 也太假了好吧。 你在哪里租的呀? 得花几百块吧,白白浪费你一个月生活费啊。 你说这礼服假的? 我瞥了眼不远处的小裁缝。 那小裁缝脸色不善。 林哥一众捂着嘴想笑,又不好大笑的表情, 将嘲讽和虚伪演绎到了极致。 可不是吗? 那件真品,估计你卖了家里所有的破烂也租不起。 就算抛开价钱不说,就算你是个爆发户, 这件礼服可不是有钱就能穿的。 再者,你瞧瞧这做工,一点瑕疵都没有, 一看就是机器流水线生产, 一点手工痕迹都没有。 我实在憋不住了,笑着看那小裁缝。 哎,夸你活好呢,像机器流水线。 魏周扑痴笑了,无奈地摇摇头。 怪我咯? 他说,林哥剑劝不走我,终于装不下去了。 他冷下脸,路招招,你够了, 居然还找人来演戏, 你若是现在走我给你留着面子, 若是你非要捣乱,别怪我不给你脸。 今晚的宴会可是有特别重要的人要来, 你要是敢冲撞了, 信不信北坤哥扒你一层皮? 话音未落,同样想扒我一层皮的人便来了。 楚北坤妈妈的身后跟着的是他搬来的救兵。 楚北坤的爸爸, 还有宴会主办方的工作人员。 他们直奔我而来, 楚北坤爸爸陪着主办方冷着脸, 一个正眼也没给我。 主办方的工作人员, 礼貌且冷漠地冲我做了个请的手势。 他说, 小姐我们的疏忽发错了邀请函, 还请您退场, 我们会做出补偿。 林哥和他的小姐妹发出讥讽的笑声, 你也不算白来一场, 尝了一口收破烂而时吃不到的高档点心, 该知足了。 趁着好说好商量抓紧滚, 别一会被人拖出去, 拖坏了假礼服, 还赔不起。 我放下了点心, 冷眼瞧着主办方。 你确定发错了邀请函? 主办方与楚北坤爸爸都将目光落在我身上, 打亮了两眼, 确定不是熟面孔, 便不耐烦地冲工作人员挥了下手, 要强制将我拖走。 等等, 楚北坤妈妈出生, 和他一起来的还有一个老头, 找到他一起拖出去。 一旁的魏州看不下去, 终于站起了身。 还未说话, 一道身影便出现在众人面前。 妈, 楚北坤声音中压不住地怒火, 你要干什么? 楚北坤妈妈有一瞬地慌张。 你怎么这么早来了, 不是告诉你晚一会儿吗? 楚北坤一把甩开他妈妈的手, 站到了我面前。 除了视频通话, 我好似很久没见过他了。 脸颊瘦了一些, 眉头紧了一些, 却还是一如既往地勾人。 他也看着我, 双眸中情绪涌动, 隐忍又克制。 好半嗓才开了口, 迷人低雅的嗓音, 说出来的却是冷漠无情的话。 他说, 招招, 出去吧。 招招, 你, 先出去, 宴会结束我跟你解释。 我笑了, 有闲闲的东西划过嘴角。 魏周一把推开了他, 拿出了自己的邀请函, 还未说话, 楚北坤妈妈便喊了起来。 在那, 他边喊边示意工作人员, 那个老头在那, 快点快点, 宴会马上开始, 快把他们两个扔出去。 众人顺着他的视线看过去, 首先变脸的是主办方的老板, 然后是楚北坤的爸爸。 楚北坤不明所以, 一把抓住他妈妈的胳膊。 你够了, 我的事我自己会处理。 伴随着他的话音, 啪的一声, 一个清脆的巴掌 落在他妈妈的脸上。 打人的是他的爸爸, 楚北坤和他的妈妈傻在当场。 但要发作, 只见楚北坤的爸爸 与主办方一同抢上前去, 握住了爷爷的手。 老先生, 求见您一面太难, 没想到您今天真的能赏脸, 真是幸会。 楚北坤妈妈捂着脸, 惊得也忘了哭闹了。 你爸爸要找的回收场事, 是招招的爷爷吗? 他问楚北坤。 楚北坤也有些发愣, 良久, 却自嘲地笑了。 我也扯着嘴角笑, 心肩上像刀子刮了一样疼。 这回信了吗? 我不是来找你的。 爷爷无心与人寒暄, 敷衍过众人就笨我来了。 丫头啊, 又有人欺负你了。 他神色紧张, 他们说我礼服是假的, 邀请函也是错的, 要赶我出去。 我轻描淡写地告着状, 林哥脸都轻了, 不等爷爷说话, 围上来的人群中立马闪出一个人。 林哥叫他干爹。 他干爹脸色铁青, 冲他低喝着让他道歉。 林哥看见众人对爷爷的态度有些发慌, 却依然狡辩。 他念如着, 我只是好心提醒他, 他的礼服是冒牌货。 他干爹恨铁不成钢地指着他, 混账东西, 你给我闭嘴, 抓紧道歉。 周遭围上了好多人。 笑话呀, 那可是赫赫有名的废品大王啊, 人家的孙女怎么可能穿冒牌货? 就是啊, 全城工厂的废料都等上赶着求着人家收, 还有捣找钱的呢, 人家怎么可能穿冒牌, 极度红眼了吧。 哎, 你看那旁边跟着的帅哥, 那么眼熟。 哎呀, 那不就是那个鬼才设计师吗? 那礼服就是他设计的呀。 天哪, 太逗了, 当着人设计师的面说礼服是假的, 真是有眼无珠啊。 林哥又羞又恼, 被逼急了, 哽着脖子大喊。 是他不要脸, 要来抢我男朋友? 话音未落, 啪啪两声, 两个大巴掌落在他的脸上。 他干爹额头青筋抱起, 仍不得不冲爷爷 陪着笑脸。 老先生, 这混账孩子不懂事, 我教训他, 您别跟他一般见识。 说着挥了挥手, 有人将歇斯底里的林哥 拖着扔出了宴会厅。 楚北坤妈妈局促不安, 却也拉不下脸来道歉。 爷爷看在林里多年的份上, 并没有打算为难他, 只是楚北坤爸爸 却没想轻易放过。 他怒目而逝, 恨不能寡了他这个心寻回来的 结发妻子。 抛下神色各异的一夹子, 爷爷正式将我介绍 给了他的朋友们。 这个新兴产业, 爷爷打算一步步交到我的手上。 整场宴会我被奉为座上宾, 无论多知名的企业都来结交, 希望爷爷能先收他们的废料。 废料不能乱排乱放之后, 掌握废弃资源再利用的企业 少之又少。 而爷爷是做得最大的。 楚北坤坐在角落里, 杯中的酒添了又添, 冷眼看着他爸爸压着他妈妈 前来与爷爷陪礼。 那个妇人卑微地顶着手掌印 站在那里, 爷爷收了好多双手奉上的名片, 却独独不收楚家的。 他说, 令妇人嫌弃我们收破了现眼, 咱们还是不结交得好啊。 楚北坤爸爸脸色铁青, 楚北坤的妈妈眼圈含着泪 却不敢掉下来, 迎接他的或许不止 一巴掌那么简单。 我躲出宴会厅, 不想再看, 却被楚北坤堵在角落。 他攥着我的手腕, 攥得我生疼, 侯杰上下滚动着, 却一句话也说不出。 说什么呢? 此情此景, 说什么都像是刻意, 说什么都让我多心。 我正开他, 他便将头抵在了墙上。 为什么不能等等我呢? 他说, 我心痛地发现, 我竟不能从他的话语里 分辨有几分是真心。 我们之间的信任, 早已崩塌。 从那里离开后, 我以为事情会告一段落。 不料, 楚北坤爸爸 似乎将逐意打到了我的身上, 他觉得, 我和楚北坤于情未了, 这让林哥狗急跳了墙。 这一次谣言来得更加猛烈, 楚家新任领回来的儿子 行为不简, 订婚期间劈腿, 岌岌可危的捆绑关系 即将破裂, 楚家骨架大跌, 于是楚北坤爸爸 无奈立马安排了 楚北坤与林哥的婚礼。 婚礼前夕, 楚北坤在城中村的小巷中找到我。 他说, 昭昭, 你还爱着我。 他语气笃定, 像是吃定我, 实则却暴露了心虚。 我平和地看着他, 不说话。 没错的, 你还爱着我。 他可怜又倔强地说, 望着那个曾经深爱着的人, 我只觉无比悲凉。 我爱不爱你已经不重要了, 我们结束了。 他将颤抖的手钻成拳, 藏进了口袋里。 但是, 我看着他的眼睛, 你至少要自己爱自己, 不要将自己活成了别人复仇的工具。 曾经, 它是他妈妈抢回他爸爸的工具, 又是他妈妈抢回他外公遗产的工具, 现在有可能又成了他爸爸求我爷爷的工具。 楚北坤颓丧地退了两步, 以着墙蹲了下去。 那面墙上还留着我们曾经涂鸦的痕迹, 我转了身, 默默离开, 将那个少年抛在了最初相识的地方。 楚北坤还是要和林哥结婚了。 我是在社交平台上知道的。 婚礼前一晚, 林哥发了胜利者宣言, 一副正宫发, 下面还配了一张那个被他打败的小三的丑照。 照片虽然经过了处理有些模糊, 但仔细分辨, 还是有人认得出那是废品大王的宝贝孙女。 他要不来这么一手, 我差点忘了和他算之前造谣的旧账, 撞上门来我就不客气了。 意外的是, 这一次没用我出手, 便有人行动了。 三分钟不到, 我的热搜被撤, 取而代之的是林哥与他干爹的八卦。 据说林哥本来家境窘迫, 大学期间莫名其妙便认了干爹, 恰巧他干爹无后, 便将他当亲女儿一样, 带在身边。 不过下方配图却十分暧昧, 尺度全然不像妇女。 与此同时, 我的手机收到了一份文件。 里面的视频净爆程度, 令人咋舌。 文件里还有林哥买通我设有造谣的证据, 正打算联系媒体, 楚北坤却来了电话。 他说, 昭昭, 我知道你还爱着我, 明天婚礼, 只要你来, 我便送你一份大礼。 对楚北坤那些斩不断礼还乱的心思, 在这一刻便突然斩得断了。 他要送什么? 我一清二楚。 骄傲又偏执的楚北坤, 应该是在报复。 报复提出联姻的楚家, 报复利用他夺才的妈妈, 也报复那个回我名声的林哥。 他要在婚礼上做一场大戏, 让那些人颜面尽失。 最重要的, 他在赌, 他赌这场戏若是做成了, 我会原谅他。 可笑至极, 突然便不想在这些烂事里纠缠。 我还有论文没写, 太阳没晒, 哪有时间陪他筹谋算计呢? 我该快刀斩乱麻了。 下定决心, 我告诉他, 你结婚, 大礼应该我来送。 楚北坤婚礼当天, 我穿着小裁缝设计的最新款战袍, 前往婚宴酒店。 订那间最大的宴会厅时, 酒店说宴会厅已经订出去了, 是当地势力很大的两家办婚礼, 包了场。 我说没关系, 前我给双辈先按我说的准备着, 他们这婚结不成。 林哥在酒店看到我的那一刻, 露出了挑衅的笑。 他说, 废品大王的孙女又怎么样, 到底是争不过他。 他冲旁边的人交代 一会把我的位置安排得靠前, 要让我清楚地看着这个 令我终生难忘的时刻。 我笑着点头, 是得靠前一些, 好戏马上开场。 他不明所以地露出了胜利的笑容。 楚北坤全程沉默不语, 只是在见到我出现时, 深深地看了我一眼, 仿佛在说, 让我等着看他准备的大礼。 俗套的流程走完, 终于到了重头戏。 灯光聚焦在台上, 煽情的音乐响起, 伴随着大屏幕上 一真真心人幸福的过往, 主持人缓缓开口。 帅气的新郎, 你愿意娶这位漂亮的小姐为妻吗? 无论贫穷富有, 健康或是疾病。 林哥笑着搜寻我的目光, 然而下一刻, 他的笑便僵在了脸上。 扬声器中, 楚北坤的声音清晰地传了出来。 不愿意。 他说, 在场的亲朋好友, 各界名流无不哗然。 媒体的闪光灯快速闪动着, 有沉不住气的记者开始发问。 不过, 一句为什么还没有问出口, 大屏幕上便瞬间变了样子。 原本的甜蜜过往, 换成了一张张聊天记录。 林哥的罪证, 造谣诽谤的罪证, 买通稿的转账记录, 清晰地展现在众人面前。 林哥瞬间傻了眼, 大喊着是我搞鬼, 让他干爹快将我赶出去。 比安保快一步的, 是警察。 林哥干爹也变了脸, 起身便拦在警察面前。 他说, 有什么话, 婚礼结束再说。 警察却拿出了拘留证, 丝毫不留情面。 林哥不可置信地咆哮起来, 大声喊着干爹做主。 同样不可置信地, 还有楚北坤, 他的大礼刚献了个开头, 便被我打断了。 我有些不耐烦地 瞧着众人精彩分成的表情, 只淡淡交代了爷爷的助理一句, 不思了, 请严惩。 然后便坐在角落 等待助理善后。 林哥被戴上手铐的时, 双眼通红, 大声骂我仗势欺人。 开始是谁仗势欺人我根本不屑同他理论, 只是在他经过我身边时, 我笑着问他, 婚礼难忘吗? 林哥干爹和楚北坤的爸爸并不是无名小卒, 连因被破坏, 按理说本不该善罢甘休。 然而, 楚北坤爸爸竟然眼底有些许喜色, 他或许认为我来破坏婚礼是对楚北坤余情未了, 而林哥的干爹更像是有了自己的考量, 一双眼冒着算计的精光, 表情最精彩的要属楚北坤。 一双眼灼灼地盯着我, 他说, 昭昭, 你听见了吗? 我刚刚说的是我不愿意, 我本打算送你一份大礼, 没想到是你先迈出了这一步, 我就知道, 你不会那么狠心抛下我的。 小裁缝在旁边紧张地看着我, 来之前他便嘱咐我, 万一楚北坤玩什么幺蛾子, 我可千万别被感动了。 要是真缴和到人家婚礼上传出了绯闻, 可是弄得自己一身骚。 我苦笑一下, 这么多年恋爱脑, 竟让身边人觉得我如此拎不清。 给了小裁缝一个安抚的眼神, 我才缓缓走上台去, 楚北坤激动且难以置信地看着我, 向我伸出了手。 我目不斜视地越过他, 接过主持人手中的话筒。 麻烦工作人员收拾一下场地, 我订了这个宴会厅给我的小竹马接风, 二十分钟后宴会开始, 说完看向呆愣在当场的楚北坤。 楚先生既然婚礼取消了, 可否行个方便提前下台退场呢? 楚北坤的身形明显地晃动两下, 被伴郎拉了两把跌跌撞撞地走了下去。 看在废品大王的面子上, 参加楚北坤婚宴的大部分人都留了下来, 参加了我给小裁缝的接风宴。 楚北坤并没有走, 只是在角落里不停地喝酒。 小裁缝倒是会戳人心窝子, 新晋设计鬼才一点架子没有, 到处端着酒杯跟人闲扯。 他说我们从生下俩就相识, 爷爷们老交情, 还给我们订了娃娃亲, 可惜后来他家搬走了。 但纵是如此, 两个老爷子也没放弃这茶。 这不,到了结婚的年龄了, 不远万里赶回来了。 合适不合适的, 交往一段时间就知道了, 反正有小时候的交情在, 应该问题不大。 众人一听, 这小子有可能成为废品大王的亲人, 瞬间便巴结起来。 话说得十分好听, 什么郎才女貌, 天作之和, 就差说早生贵子了。 楚北坤干了杯中的酒, 默默离场。 当晚, 我回到家时, 他终于敲响了我的房门。 喝得很多, 有些狼狈。 他说招招啊, 我本想趁着今天毁婚, 彻底和楚家断了关系, 再公开我和林哥的协议, 彻底洗清你的污名。 还有我妈妈, 我知道她羞辱过你, 只要你回到我身边, 我可以, 我可以让她跟你道歉。 可是招招啊, 你为什么不给我那个机会呢? 她有些激动, 眼底的伤痛和悔恨不似有假。 她说, 招招, 我好累, 我想抱抱你。 那声音嘶哑, 让我想起出租屋中深情的拥抱。 然而, 我却没让她进门。 纵使曾经爱意汹涌, 却仍难敌如今信任崩塌。 她扶着门框, 想将门打开, 小裁缝却从室内走了出来。 哎呦, 她调笑着看我, 姐姐以前可不是这么对我的, 我要抱你时, 你都是直接出拳啊。 楚北坤面对深夜出现在, 我家里的男人瞬间冷了脸, 像被侵占了领地的狮子, 随时准备攻击, 却被我拦在了门口。 我说天晚了, 我们要休息, 不方便招待你。 楚北坤把这门框的手倾筋抱起, 小裁缝嬉笑着过来调侃。 那个楚歌呀, 久仰大名哈, 你放心, 我俩就是奉爷爷之命, 一个屋睡个觉。 我俩都互相看不上, 就是走个过场, 哄老人开心, 你放心哈。 这话莫名熟悉, 竟是楚北坤当时说来安抚我的话。 小裁缝说着不怀好意地笑, 还有啊, 楚哥哥, 老爷子在次卧和客厅安了监控了, 我就只能和姐姐一张床了呀, 放心我中间放个枕头, 尽量半夜不越界哈。 你就忍一忍, 为了姐姐, 你没问题的吧。 这些茶言茶语小裁缝学到了精髓, 楚北坤脸色越来越差, 不过听完竟然出乎意料地, 颓丧地松开了门框上的手。 惩罚我吗? 他问。 小裁缝不耐烦地一把关上了门, 哐当一声, 楚北坤忧伤的脸便被隔在了门外, 默默唧唧像个娘们, 耽误老子洗澡。 我透过门径, 楚北坤仍然站在门外, 起初我还时不时过去观望两眼。 后来小裁缝一会洗澡忘带内衣, 一会找不到沐浴露的, 非说国内环境适应不了, 一会儿要加湿器, 一会儿要吸湿器。 折腾了半宿, 我再去看时, 楚北坤已经不在了。 来不及感伤呢, 小裁缝又喊, 他说爷爷真安了监控了, 让我快点回屋。 我信他个大头鬼, 我拿枕头揍他, 他资着牙冲我乐。 后来楚北坤又找到我, 他说招招, 不管是报复我还是真的要和别人作戏, 他都愿意等我。 以前是他的错, 他愿意拿出诚意挽回。 我笑得明媚, 却不走心。 我说好啊, 那你等我呀。 楚北坤眼中便有了光。 我说可是不知道要等多久, 我也不确定。 可能是三天两天, 也可能是三年两年。 要是万一我和他日久生情, 那也有可能是三十年五十年。 我看着楚北坤眼中的光, 渐渐暗淡下去, 整颗心便也跟着沉, 便觉得自己好无趣。 楚北坤倔强地看着我, 像个执拗的孩子。 他只说, 你还爱着我。 于是我变证了神色。 我告诉他, 那不重要, 慢慢地就会不爱了。 后来小裁缝问我, 你到底怎么爱上那家伙的, 脾气臭, 自以为是, 难道就因为他长得好看? 那时, 我们正翻建城中村的小路。 我指着正在消失的小路, 那条路上, 他打跑了骂我的熊孩子。 小裁缝痴笑一声, 切, 我出国之前他没来, 那时候你可是自己动手打, 怎么人家一来, 你倒装柔弱了。 说完他冲着弓头吼, 哇, 快点哇, 把这条路给我平了。 我站在面目全非的地方, 有些恍惚。 是啊, 那天楚北坤若是不出现, 打跑熊孩子的人会是我自己。 如今, 一场闹剧收场, 那个为爱而收起锋芒的自己, 该回来了。